大家好,我是W,欢迎收看电影随便聊 印第安娜琼斯,命运轮盘,超级经典,又要再出集啦 哈里逊福特,老当益壮,对上麦兹米克森,又是纳粹 这边帮整理了,是看电影前一定要知道的懒人包 来看看是有多无奈,服务最终退休前的毕业之旅啦 命运轮盘,转牙转的,到底要转到哪个方向呢? 很快,电影要上映了,前面没有预告分析,没关系 可能在电影上映之前,W还是来帮整理一下懒人包 嗯,哈里逊福特,最后一次的大冒险了吧 新链电影的最终章,印第安娜琼斯,命运轮盘 资深的影迷应该会是很有感,远望满满的怀念感 这边,W不只是要来介绍这部电影的精彩看点 也是要来小回顾一下,印第安娜琼斯一系列的经典 哈,说起来呢,我们的福伯绝对不是缺钱 也根本完全不需要再靠拍续集来成高自己知名度 年纪都已经是过80了,真的,开着电视睡着 预告这一幕大概也就是我们福伯一般日常的写照 就是要来为这个系列做出一个完美的ending吧 电影剧情看起来是很黑镜这样的一个状况 也看到了年纪已经大的印第要从大学教职退休 但人生总是有意外 刚好甘女儿跑来找她 没有错,由此又是触发了印第另一次的大冒险啦 或许眼睛比较近的朋友会注意到 像是印第他家怎么还是小小台真空管的黑白电视 怎么大家也包括办公室的人穿着都这么复古呢 还是要来办科普一下,这部背景其实不是现代 事实上我们男主印第安娜琼斯出生在1899年,生日在7月1日 W也来预祝他生日快乐,真的过几天就他生日了 然后推算起来 剧情设定在1969年,印第大概70岁左右 这年代大多年轻网友那时候应该也都还没出生吧 所以不管外在情感因素或电影剧情的本身 想必都会是给大家一种满满经典复古风咯 而就在办公室帮印第办一个惊奇趴的社段 这一位说是印第的甘女儿 由菲比沃勒布里奇,四眼海伦娜也跑来找他 提到了他老爸说印第过去找到的某样东东 什么东东,等一下就会看到 但大家知道他老爸是谁吗 什么陶北琼斯实验八只儿就是海伦娜老爸 哈,这面目原来是九头十二的阿尼姆·索拉来着的 呼应海伦娜,索拉老爸有提到了这个东东 可以看到的故事会有一段过去回顾的剧情 实际是在二十五年前,年代是1944年 这是在二次大战末期的一列火车上发生过的事情 大家也看一下 这边印第有比较年轻一些 然后那时候他们的对手就是这位了 麦兹米克森饰演的悠尔根·弗勒 哈是个纳粹 印第在火车上扁着悠尔根一拳 就是这样吧 就是电影副标题就泄题的命运轮盘 厉害的哦 说这是一个可以改变历史的轮盘 只能说印第安的穷社故事 什么都不奇怪 本来也就会参入一些怪力乱神元素 在另一支预告里面也介绍了这个命运轮盘 说到的是公元前213年 由阿金米德设计了一期 但代表就坏了 什么是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呢 总之呢 二十年之后 海伦娜跑来问这个轮盘 印第带海伦娜来到这一堆贵家这边找东西 而过来事情也并不是那么单纯 看起来想要找这个轮盘的人 并不只是海伦娜啦 继续发展可以想象得到 关键时刻都有人出来乱 并不是有海伦娜在找轮盘 或者说是海伦娜把坏的给引到这边的 没有意外的 这一段就看到了老了之后的悠尔根 而根令印第亚裔的海伦娜关的站盘 他被甘鲁儿给出卖 海伦娜带着轮盘趁机落跑了 也来帮大家小回顾一下 印第安娜琼斯系列电影 从最开始1981年的法规奇兵 这是第一集 接着1984年的魔宫传奇 1989年的圣战奇兵 中间比较小可惜的 一直过了19年之后 2008年才推出第四集 印第安娜琼斯水晶骷髅王国 看起来呢 没那么顺利 原本应该是由打撞浪 西亚里Beef来继承的意思 但你没想到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西亚里Beef 就这样又在过了 15年之后 才推出了这部命中盘 哈 另外也是蛮有趣的 真的跟纳粹很有仇 五部电包括这部 竟然就有三部都对上纳粹 Dr. Jones Get him Yes 好了刚刚说过了 基本上主要剧情在1969年 但有一部分剧情其实发生在1944年 视频的方式呢 头发比较黑的是1944年啦 头发白的硬帝 当然就是在1969年 而1969年大世纪 美国阿波罗11号完成登陆月球 其实不管有没有什么阴谋论 月球一样面之类的 就看到了这边的这场大游行 地点是在纽约 这就是像阿姆斯状这些太空英雄 致敬所办的游行 波伊德不不如赫 饰演克莱伯 他是有个人所向 前面看到要做印第的 也是这个克莱伯 也看到印第起码穿梭游行之中 克莱伯起重去追 两人甚至还追到了地铁站里面去 还有呢 也是值得注意的 1969年 其实还在美术的冷战期间 持久中前世也有更被说兵到NASA工作 哈 也就类似的 索拉在美国队长那样的情境 隐身在NASA前纳粹分子 不但怀疑也很困难吧 嗯 预告看到这边 大概就可以勾勒一个轮获了 一个隐身在NASA前纳粹 抢轮盘也要保护印第 先到了包括像登陆月球里面有没密信啊 甚至是牵动了一整个美术冷战期间 紧绷和情势 最扯的状况要注意这一点 大家要抢的是一个可以改变历史的秘密轮盘 这一段有个人就说了 其他的犯的错 吓死人 他可以用这个轮盘来导正所有错误 难道会是一个逆转时间 或是旧路知名意思 转一转之后会产生一个魔法 就直接带掉重写历史呢 请大家拭目以待咯 然后也是来科普一个相当有趣的美国历史 说到说频道NASA纳粹 还真的有这么一回事 就是这位叫华纳冯布朗的 德国出身的火箭专家 陈志纳粹火箭总设计师 而且就跟这边的 也有跟一样二战结束之后 从美国聘请到NASA 帮忙开发研究登月的计划 陈志纳粹是经典戏码的一个环节 可以说包括了高潮迭起 紧凑了动作之外 还有就是关键物品 宝物 大家想想去 趋位修葛 就在这边看到了 哈印第说又有跟脱走轮盘 又有跟基尔说被印第脱走 这个是1944年的事情 然后哈伦娜所有被他脱走 就刚刚看过那一段 有搞清楚了吗 居然都这样演的 前面不管什么偷来偷去 反正最后都还是会被坏人给抓到 东西也都还是会在 绕回到坏人手上 但坏人最后 真的就黑比得偿所愿吗 大家等着看吧 这个其实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可过来 那庞虎学家那么帅的 你可以说哈里迅福特 真的是老当义壮 或者说牛仔帽跟鞭子 才是印第安娜的本体呢 小时候都觉得 印第整个造型 加上挥边的动作 没话说 真的是帅到就是爆炸 不过就没想到 下一秒大家都好想出来了 各种会让大家演话缭乱 动作冒险是必要的元素 印第应该也在OS吧 早知道大家渡乎就好了 干嘛出来卖命呢 还会看到渡书车 到处很充实撞 这次印第安娜琼斯的明日龙盘 也是相当有趣的 横跨不同两个年代 二次大战 美术冷战 也山山下海 火车上 飞机上 甚至潜入海底 不只是灭镜探险 更是一次海陆空全方位大冒险啦 厉害了 事情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学艺复杂些 不是就想到印第手上的那个轮盘那么简单 包括由安东尼班德拉斯 饰演雷纳尔多 不管是预告或是一些公布的资料 并没多加描述 但大致上可以知道包括跑到摩洛哥 在一些朋友的协助之下啦 甚至是来带给古墓的密道 一些机关的 有没有可能是跟阿基米德有关联 刚刚有提过了 轮盘是阿基米德设计出来的 不过话说回来 比照前面系列的故事 哈 印第的冒险行动 基本上很搞笑一点 你可以说就都是在帮坏人破解那些难题 然后最后再被坏人给收盖成果 是不是 所以这一次会不会又是这样呢 大家可以再看看 也再来看一下另一位好朋友 再一次也参与其中 约翰来自戴威斯所饰演的萨拉 这一位印第莫屈的好朋友 这是第三次的 前面出现过在法规骑兵 跟圣战骑兵的电影里面 人们觉得把萨拉再拿回到这部 这是这部电影最棒 其中一个联系过去的部分 还有像衣裳伊西多尔饰演的泰迪 还有娜小帮手 有点类似的小关机威的角色 而剧情里面也利用了一些手法 来关联凯隆爱莲 饰演玛丽安的部分 大家应该还记得 玛丽安过去也参与法规骑兵 还有前一集水晶呼噜王国 印第跟玛丽安所生的小孩 你知道的 刚刚提过了 西亚里毕夫所饰演的木特 然后这一集没有木特了 但为什么呢 只能说多少还是有做一些解释 不过这边 W就不透露里面那些细节的部分了 之后 好了最后来做一个总结了 说的是最后一步 毕竟哈里迅福特过来已经80好几了 后面将会是越来越没有机会再担任 印第安娜琼斯 或许以后可能会有重启 但就不是印第了 几乎大家想到印第安娜琼斯 就是哈里希伏特 而另一种可能 是不是也有可能 从这边来酝酿 前面西亚里皮肤 效果并不是很好 那这一次换一个女版的印第呢 还有那可能吗 大家可以来说说 自己的看法 然后虽然说并不像前四部 这部导演不是斯蒂芬·史皮柏 导演是詹姆斯曼格 但其实就练罗根的那一位导演 当然也还是要斯蒂芬·史皮柏 当监制的 所以咯 大家完全是不用担心 电影会被拍烂 总是呈现了刺激惊险的动作冒险 惊奇不断 喜欢印第安娜琼斯的朋友 绝对是不能触过的 还有省意见 汉法 欢迎在底消炎 大家一起来讨论 这部印第安娜琼斯 命运轮盘吧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 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咯 那就先这样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